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啦 像我刚才过去就没吃了 因为要有肉 你一餐没有肉就感觉没有吃的样子 这个有筋的 这样子 肉球会叮得好吃 它的饭也蒸得很棒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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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吃的辣啦 你看 不然白醉也是就来吃 少了控肉饭 彩色人生会转黑白 走在这里 阿伯不是特例 不幸 你听听看 你最多的时候一点都要吃 五次吧 这么多 对 每天早上都会来 我们觉得这样就很澎湃 对 比豆浆油条还要好吃 彰化人独有的早餐 店里很多像这样熟门熟路的 孤独美食家 小小的彰化市区就有超过30家店 完全实现控肉饭自由 差不多四家 好四家 彰化四家 你会怎么体会 啊 就看顺路走的方向 中午就吃这边 那晚上的话就吃那个 嗯 翔路那里有一家鱼饰空肉饭 你觉得很幸福吗 对啊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你做早餐 我做午晚宵夜 一天24小时365天 只要想到就有的吃 令人无法抗拒的秘密 在这里 彰化盛行的卡扣本啊 它可能需要的刀工 就是比较繁杂一点 因为你每个卡扣的位置 不一样嘛 别以为从小看到大 就能闭着眼睛坐 第三代的谢伯红 早上四点就会开始 跟后腿肉奋战 处理细节多如毛 让他每天不用咖啡 就能赶走 瞌睡虫 像我们现在做一个 四十的裁接之后 然后我们会放到冷冻库 放到冷冻库那边 然后做一个杀菌 把它的肉汁 做一个紧缩 保持住 有飞有瘦在用竹签串起 是彰化式特有吃法 看似基本功 但卸家三兄弟 这个步骤 不假员工之手 让每块肉具备层次感享受 到这里只完成了前半步 用头戏才要登场 我经过两只两个小时 二十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熬煮 过程当中的时间的关系 会有三到四段的火候要做调整 所以我们随时要钉在旁边 注意它的温度的变化 这般就是陷阱前 其实没有太多添加物 跟化学的东西 所以我们讲求 为什么叫古早味 你可以吃到最古早的味道 最原始的味道 包括酱油 包括肉的香味 砖头铁皮盖的老灶咖 一天待上好几个小时 他的工作服只有一百零一套 就算还留来袭 一样转秀转步上场 我们以前在夏天的话 平均在厨房的温度 大概就超过五十度 对 从早进到厨房 到我们整个结束 一夜结束之后 汗是没有停过的 进厨房不能怕热 是谢家祖传的家训 从阿公挑着一根扁蛋卖小吃 到爸爸时台湾经济起飞 控肉丹从配角变主角 脏话为什么空后饭 饭类的东西会那么盛行 是因为以前脏话 就算是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早上起来 大家要跟着嘛 一定要吃饱 吃饱要吃什么就是饭 才能饱足感 跟控肉丹一起长大的他 对烹饪很有兴趣 25岁那年家里缺人手 辞掉马达师傅的工作 卖早餐不能俊练夜生活 天天早早上床睡觉 年轻人不但没吓跑 还做出兴趣来 一开始我们下去卤的时候 我们用最重的石头 下去做一个压制的动作 是因为让它能够快速的 做一个软案 像这个石头它是 鵝卵石那种材质 它从一个很纯白的一个颜色 卤到现在比控肉 还要更入味了 那一开始有标准是什么啊 风传下来的吗 没有 不过这块石头最少也有40年 厨房很热很磨人 却也成就了控骂本的灵魂 当老板真没比较轻松 谢伯红不放心交给别人 幸好弟弟们陆续回家了 一起扛起90年的招牌 店里有八成都是在地客 有没有糟糜一场就知道 三兄弟战战兢兢 不能给阿爸闹开 我们以前很多老顾客 都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做固定的位置 固定的餐点 所以他来的时候就做着 他也不叫餐 也不用 你也不用询问他 你就知道他吃什么 然后什么 对然后一年365天 几乎每天来 大概有两三成 几乎每天来 然后每天来吃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接班17年 总算让老爸放心 打败全台四百多家的强敌 摘下台版毕比登冠军 尤其听到大神级的评价 足以说嘴一辈子吧 他说这是我吃过 最强的空口饭 对然后那一个人 是那个瑞的主厨 就是江振臣 我就很开心 也很荣幸 你们五个饭 一个松瓜 我是欢迎大家来我们彰化 吃小吃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像彰化人就好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 他的空口饭 有一句俗语 我觉得很有道理 叫做什么 同行非敌国 船大不成海 说到北 一年他们的料打给他 没有辜负稻米之乡 畜牧大县的得天独厚 这碗霸气油亮 喂饱了彰化人一个世纪 日不落的骄傲 要继续闪闪发光 都说最顽强的乡愁 是味蕾上的记忆 所以这对在台北工作的夫妻党 决定回到了南庄老家 从客家的咸汤圆 巡慧早年客家庄 在农忙时期的美食回忆 味道会初步了 你没有办法 一次全部东西一次想 咪咪最后都是要包在一起的 客家汤圆的咸香菜肉馅 就是不能一锅炒 香菇切得细细的 爆香捞起 紧接着换虾米 又是一阵跑蹬 你的角落要炒的时间很长啊 但是你的虾米不能太久啊 你的那个香菇的时间 每一道程序的时间会不一样 像我们在炒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炒好 捞起来再下另外一个 等到二三十斤绞肉 炒到酥香逼人 再让虾米香菇回锅 最后倒进萝卜丝 凑满一锅山珍海味 因为肉你要炒到它香味出来 然后稍微有点恰恰 一点点焦黄焦黄的时候 才好你不可能说味道没出来 东西就下去 如果新鲜的萝卜的话 它会出水 然后萝卜丝的话 本身它有 它晒干了 会有它的香气 让它干 这样包起来的水分才不会太多 这个十斤 萝卜丝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把火关小一点 因为它整个是干的 那个它比较容易会烧焦 我说姿势 姿势就供气部啊 比较好吃力 最难的是火候 大锅热油全程 人走不得 手也不能停下 做汤圆内馅耗食 外皮同样非公 绵敏脱水上锅搅打 一连串工序 缓缓相扣 熟的它才会把它打成糊 这样煮 根据是这个 把母等下煮 这个我们就拿一些出来煮 煮熟了 我们就讲说是把母的意思 刚刚是闪闪的嘛 打扰就会变成成糊 然后它的面 面也会比较光滑 夫妻俩 创业十多年 靠的是熟能生草 但有些功夫也还在跟长辈们学 妈妈的速度比较快 但两锅的话就差不多700个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拿着煲汤圆的技巧来说吧 母女俩的手法力道都很不一样 压这个就是厚度的关系 你这个厚度是没有平均的话 等一下你包这边 这边薄这边厚 这边就烫下去的时候就破掉 我们从小就有看 从小有看 可是做到就是动一下动一下 自然就会 自然就会 这洞口不要太大 太大你等一下包起来会有空气 所以做到这个锅比较小一点 压起来它的空气 你看就比较小嘛 女儿返乡想做家乡菜 做母亲的哪有舍不得教的道理 但有些丑话也得说在前头 好教啊 它有煮菜的天分 我没有跟她讲很累 有 我说你真的要做吗 做这个吃的很累哦 它都要做啊 钢铃要从一栗米 变成一颗汤圆 那个一个过程 要很多很多时间去酝酿 很多精神气力去把它完成 可是我们还是坚持啦 因为只有这样子来 才是坚持我们客家的味道 其实我们坚持就是要做客家的味道 就把客家的味道找出找回来 慢慢熬慢慢学 就要跟店里大灶熬茶一样 要延续粗彩细作的客家精神 得先找回家的风景 当初有一个很理想性的就是 我要有一个灶 这种用柴火慢熬 细炖的那种味道 所以很多人不看了 说啊 这这么麻烦的事情 可是我就喜欢那种烟火器 一个烟火 然后一个灶 怀念以前小时候 烧材啦 批材 弄灶 烤番薯啊 那种味道 只是十多年前的创业决定 对于直董师 压根没经过厨房的客家男儿来说 充满很多未知 我在早期我是做免洗餐具 然后三二送货的啊 司机那些 都会走餐厅啊 其实我们这本身就是客家的 客家人看到有客家的米食客家大汤人 都会特别想要一定要去吃一下 猪笼板啊 那个都要想要去吃 可是慢慢的觉得 真的传统这个原味的 客家原汁原味的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还没做这个之前 我们就就到处去吃嘛 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就思考说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想说那不如就自己来玩看看 十个敬千使劲搓揉的还是不变的那一味 夫妻俩为面团上色的同时 也为记忆中浓忙时的混色回忆 增添色彩 这是那个绿茶粉 绿色像菠菜啊 四菠菜 红色是什么 甜菜根 这之前就试过火龙果 红萝卜 你的水分多 你的产品会变不好控制 芝麻 之前有想过啦 可是觉得它的颜色也不大对 黑色是 颜色是最 在食物里面是最难找的 后来就是找到 想说日本养生竹炭 有竹炭粉 鹿汤旗 鹿汤旗就是煮有汤的麻糬 一大早还要妈妈还要去田里 要割刀擦压那一刀帮忙 等到要吃点心回来 很快嘛 就搓一搓压一下 弄一下汤水加了 赶快点心抬了 大家等吃点心 以前小时候爱吃到 帮人家换工没有钱 然后就都要骗人家的点心来吃 这样 特价菜的老味道 总是磕在骨子里的 但这一口古早味 很多细细麻麻的繁琐过程 看来还是得靠自己 其实我们就是按个台湾的季节啦 就是像这个季节 都是大甲的芋头 到了比较过去 大甲芋头没有了 就是用甲仙的 像你看它黑点内都是香菇 香菇爆香之后跟芋头 然后再来米浆 很单纯啦 可是就在后面蒸制的时间 要好几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芋头的量一定要很多 它吃起来的口感也会好 像我们这芋头的量比 米的量多了好几倍啊 意见不合倒是不会啦 倒是吵架一定会 就是说可能就是有时候对 可能忙起来对客人的 然后像以前萝卜糕芋头糕 是我在做 那后面这个比较重 或它搅拌 它说这个过程不行 它一定要这样子搅 所以它坚持就变成 就是它 它负责 食材新鲜简单 是客家男儿做贵的美味坚持 也让很多人透过传统料理 从餐桌上认识客家文化 以萝卜糕汤好了 它可能是要以前有吃过 可是现在一般家庭不会去煮它 大家想的萝卜糕就是用煎的 所以今天我好像就会回到说 对我以前阿婆或家里以前老人家会煮 他说就是这个味道 会有年轻的会问 就说再年轻一点会觉得这个是什么 我们的汤圆像很多客人来都问说 我的汤圆为什么不是包鲜肉的 我说客家的精神就是 讲那一点就是勤俭一点 然后省 你看肉放的不多 可是爆的让它香 然后把肉的香气摻到萝卜丝里面去 这就是客家那时候传承下来的精神 它是一个代表一个圆圆满满的一个汤圆 而且里面包含了三珍海味 后来发现传承客家料理的过程 也多了很多使命感 那是旧时代的生活记忆 也是让米食留在味觉里的美味初衷 这位出身捏面人世家的七年级女生 她说从小就真的很讨厌捏面人 因为过年要跟着爸爸到庙口去摆摊 还曾经有客人挡着她的面 跟自己的孩子说 不好好念书 长大就去买捏面人 所以她成长过程的唯一心愿就是离开 后来她也真的离开了 只不过在外面绕了一圈 最后她还是拿起了面团和竹签 和过去的自己和好 也延续了家传的记忆 而她捏制的人偶 不但有自己的样貌和创意 甚至还把捏面人转成动画 并且拿下了金马奖的最佳动画短片 这位镀金的工艺师 成功地让捏面人走出庙口和市集 创造出更宽阔闪耀的舞台 一脸凶狠的黑道老大 或是骑着尾式牌的阿贝 这里每一张脸都能让你似曾相识 而当他们走进荧幕中 戏友有了情绪与灵魂 搭配熟悉街景 超有台湾味的停格动画 一举夺下金马奖 原来是这样做出来的 就这样切个鱼头 然后弄个鱼嘴 因为捏面它就是一个 一个塑成的方法 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一只鱼 就大概就是最基本的型 小时候妙口的捏面人 不止金鱼更能千变万化 不用3D列印开模 就靠黄云咸的巧手 要让他们活灵活现 还需要一点点的魔法 像比方说 像有的时候我们表演 他吃惊的时候 头发会炸开 或是生气 可能会像这样子 炸开或是膨胀 然后失落的时候 可能就整个就矩起来 就连头发眉毛也都有戏 戏友吵架要有张力 全靠动画师一个个动作 逐张照片 把灵魂堆积起来 然后就稍微还是要让他有在动呼吸 但可能只是微微碰他一下而已 对手细来跟他说 你怎么比不过人家女人 你一直跟我拿别人 加别人比干什么 然后就很生气 要跳起来跟妈妈讲话 这可能是一个字 可是你讲完到这个 这个 到格的时候 你要是直接接这个 有时候我们可能中间 还会先让嘴巴稍微闭一下 再接下一个 所以两个字我可能就是个嘴巴 不然就会变成很像 我们现在不是都常在看那些歌手说 你是对嘴唱 每个嘴型靠黄云贤用捏面做出来 动画师再仔细比对 才能讲出人话 做停个动画时间行走速度 跟常人不太一样 那每天大概工作八个小时左右 那出来的量可能就是五到八秒 一整年我喊出来的量 可能也就三分钟 三四分钟算多了 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么少你为什么还坐得下去 就是哇那你真的是在用热情 在燃烧这个东西 不是说好的东西都不可以 照过这条线的嘛 感觉就是很开心吧 对就是很开心 他真的有在活起来了 仅有我的双手 对很像医生在讲的话 但是对 你是上帝 对就是用上帝视角 我要你怎样做就怎样做 然后赋予他们生命的感觉 对 我们还原大概就是8090年代 那个时代的台湾乡下 这部分是便当店的材料 我们所有 我们都用了很多很奇特的东西 像这个画师像是那个 火柴棒的那种木棍 这也是这是吸管 对然后这是中型的吸管 又小的吸管 便当盒的木片和吸管 都是黄云贤的建筑天菜 走在他一手打造的小镇 你一定不会陌生 在台湾做停格动画 规模或资金跟美国迪士尼 或日本动画完全无法相比 虽然有金马的加持 很多事情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 我只想知道现在这种 黄昏景最亮是这样吗还是 你要不然就是把其他东西 再打暗一点 黄云贤跟唐志忠讨价还价 是从大学时期就累积的默契 十多年来两人是彼此最坚强的伙伴 只要比失败多坚持一次 美好就能永远活在影像中 因为要试好几次 然后有的时候试好几次 有时候你要再回去说第一个 也已经忘记了 对啊 会哦 就是必须的 不吵架就不够认真了 不在乎才不会吵 对啊 他们并不是台湾唯一做停格动画的人 但用捏捏人来做 而且还要挑战电影唱片 如果有人做的事情的话 我就不想做了 因为我就不用做了 可是如果没有人要做的事的话 我就觉得有做的价值 然后所以就会 投入的时候就会很用力 有没有 眼鞋要注意看哦 注意看哦集中精神 有近以来别人开心过年 皇家三兄妹就得跟着父亲 到庙口吹冷风摆摊 所以他小时候 不爱黏眠人 我跟我姐姐应该都一样 对因为 你可以想象那种 没有办法过年过节 而且任何热闹的 任何假日的 你除了作业写完之外 所有时间就是拿去做教学 或是拿去做表演 或做饭售 那些大人还真的 没有再跟你客气的 他们会直接就讲说 哎呀怎么做这么丑 那你再卖 黄清斌的确经历过 黏眠人很辉煌的年代 天天在学校夜市间赶场 但下一代要接 他充满担心 一年大概有八九十 一百来万 我儿子跟我讲 他还想做这个 那个时候就不好了 课也慢慢的没了 我在讲个不客气的就好 就比那个外劳还要早 毕业后黄云贤先到游戏公司上班 以为此生再也不碰捏命人 有天哥哥点醒了他 哥那时候在那个触碰板公司 然后他就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 就是他发现 会做触碰板的人很多 然后可是会做捏命的人很少很少 所以他有点想再试试看 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再度出去摆摊 好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 因为反正年轻觉得说 试试看也无妨 这样才不会唱过 出来到这里停 就停喔 这个太短胖了 我们可以弄长一点 台湾里面我教了好多的徒弟 捏命的 我都教四次就完成 接下来就看你了 有一天 你或许是我的第二个阿贤 女儿无非是黄兴 所有学生中最得意的一个 但黄云贤辞掉工作 跑市级卖捏面人 也没预期到四年后 碰上金融海啸 为了生存开始接案拍片 起头那几年 心酸只能往肚里吞 一个女孩子 他毕业以后到台北 骑着摩托车到处转 到处转 他市场他也跑过 对四级他也做过 收入不怎么样的时候 或许一天三餐也不正常 就是有时候就吃多一点 有时候就有点挨饿了这个情况 可能在庙口卖店面卖太久了 就是做庙对我来说算是蛮得心应手的 像我们一直在台湾 我们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像在那个做短片 在国经营展交流的时候 就会发现很多外国导演 对于台湾的庙 他们是非常喜欢 他们觉得很漂亮 熬了几年黄云贤开始 在国内外影展展露头角 跟外国人交流 越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 我们这一辈的创作人 可能还是要花蛮大的力气去 跟他们讲台湾在哪里 台湾是什么 台湾人是什么 我们喜欢什么 我们信仰什么 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都需要 那这些东西全部 零零种种的都可以从生活中呈现 对啊 所以就是要把整个台湾做出来 这样子 一部十多分钟的停歌动画 就得耗上两三年 一晃而过的画面也不能马虎 十年光阴全都贡献在作品里 拍完之后觉得说 哇 动得好有趣 都好像不是 我根本就不觉得是我调的 然后就会有这种状态 然后这种状态都会振奋一下精神 像于泉做的 他的左脸和右脸一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手捏的 一点点的瑕疵其实更美 然后其实更好 他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更有生命力 我少活了十二小时 然后让这个角色活了七秒钟 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人的价值就是这样 我们其实在转换 比如说宫崎君就像龙猫 他的那些角色让龙猫活起来 那动画是就 花花花花花 花花花花 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就不见了 然后好几天的寿命就不见了 然后龙猫永远活在一幕中 就算我作品会做不好 可是你没办法要求我做更好 因为我已经付出了我全部 我下次可能更好 可是我这次没有办法 因为我每次都给全部了啊 黄云贤说是捏面给了他一把 探索世界的钥匙 生命会消逝 但对这份土地的热爱 与不怨白活的热情 将永恒的保存下来 新北市双溪是全台湾土地公庙 最密集的地方 一共有一百多座 所以这位回乡开店的烘焙师 就把这个故乡的特有印记 烙印在南瓜蛋糕上 希望透过土地公蛋糕 吸引更多人走进双溪这一片 北台湾的美丽净土 其实越简单的面包越难做 它有时候最后发酵 你只要让它多个五分钟 那天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身为一个爱吃面包的烘焙师傅 每天要做什么面包 曾世华都是前一天就计划好了 从打面团开始 就有很多细节要斤斤计较 因为跟面团相处 很多时候得靠指尖感觉 我们家的这种面团 它的特色就是它带点Q性 稍微会不太一样 有时候可能会插个半分钟左右 那就是要靠手感继续感受 像海螺面包尾端 如果要是搓很粗 它就不会是一个海螺形状的 你边拉 然后你要边注意就是 你长度不要拉太长 你可能绕到后面 发现一种面团多很多出来 把面团拉开 缠绕成螺旋状 是需要些手感 至于把面包送进烤箱后 维持残面整洁 就是他过去身为金工师 养成的工作态度了 你在做金工的时候 金工它有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做那个辣箭 然后有时候 你是会做那种金属的错修 做完一定要把桌面清理得很干净 不能说我现在做辣箭 然后我再去做那个金属 因为你混在一起 有时候它会有那些杂质 它会对成品有影响 不过说起来 做金工跟学烘焙 倒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石膏也是这样搅的 搅上石膏也是这样搅的 你这样拿这个 这个在搅 它那个整个程序 要大概八分钟内就要完成 所以都要控制在一个时间之内 所以那也是个分秒必争的一个工作 以前我是挖石膏 它现在是吃铲面粉 其实那个动作我以前在做铸造的时候 整天都在做那件事情 出力的时候像我们在揉面团 其实你看有时候好像很用力 其实它是要控制那个力道 那我们那时候在做铸造的时候 有些步骤 其实你手指的力道是要控制得非常好 做面包也是一样 你都要去很仔细的控制你手上的力道 不然你就会让那个面包 它那个口感就不对了 跟着爸爸学做金工的他 那一年也跟着父亲回到了 记忆中的童年故乡 但要把兴趣当成萌生饭碗 哪这么容易 金工那时候从我当兵之后 大概住了差不多快六年 本来是假日的兴趣 然后可是那时候就是也还蛮着迷的吧 像那时候开始学烘焙的时候 就买了很多的书 像你现在看到这些书就是冰山翼角 家里还放了一头拉骨的书 之前学的经验完全行不通 詹士华也差一点点放弃梦想 一开始其实大家都不看好 因为我妈妈她是很喜欢买食谱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家里有非常多的食谱 她就是跟我说你如果选择了一个方向 那你就是要跟我之前 不要想说遇到困难就退缩 不要想说我面包如果做不起来 那我再回去做金工就好 还好那股想让更多人知道家乡美好的念头 成为她面对失败的动力 葱绿越多的话 其实烤起来那个颜色一定是越漂亮 这边的葱它的葱绿特别的长 葱白相对来说比较短 然后它的味道就是 比较有那种有点呛辣的感觉 但是你经过烤了之后 它的呛辣感就会消失掉 然后那一个小诀窍就是 就是这个奶油线 一定要先把它先拌起来 葱面包的翠绿青葱 是跟小农买来的 红茶面包里的红茶卡士达线 也是附近的有机茶农提供 渐渐的也让一群 用食物串联 乡土文化的伙伴走到一起 它会觉得说 这个长得真的很可爱 在烙印它因为温度很高 它就会有那个香气 在这里 每一个小巧的南瓜蛋糕上 都有专属烙印 但为什么是土地工呢 它那个烙印就是用银饰去做 就是我爸爸做的 它用纯银去打造 它的原始图样是来自于 当时双溪高中的美术老师 他们就是用传统糕饼盖 那个红色的印章 然后后来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个 就是做烙印 原来这样的构想 来自双溪百年古道 过去的河谷聚落 说产出独特农特产 这里还是全台湾最密集的 土地工庙坐落处 我们的土地工呢 在整个淡南古道呢 有250座 那我们双溪这边 就有一百多座 那我们会需要有土地工 而且是目前有在跟人们 生活是互动的一个土地工 来诠释土地工跟淡南古道的关系 蛋糕上的烙印是从这一座 马竹坑福德词而来 尽管一百三十年的历史不算最悠久 但它的故事肯定最有人味 这个土地工呢 不是后面是光圈 而是一个球 为什么是球呢 我们看到后面有同学在打球 这是篮球场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祈福卡上面 有一个球的背影 就是土地工 又被球打到的那个概念 那我们土地工 常常可能会有被球疾的危险 那所以这个原来的网子 都是破损的 不如把它重新变成一个 土地工祈福的 御守墙的概念 在地观察很细微的淑慧姐 也是土地工蛋糕的推手之一 而这里独有的大地宝藏 也不止如此 双溪多山亿雨 趁着难得好天气 我们来到有机山药田 寻找烘焙食材 我退休反向这边已经十二年了 但开始种应该有 接近十年了 其实这样这种品种的话 不是我们基隆原子栋 这边的山药的话 口感是比我们这边 原子栋山药差一点 但我们主要是它的颜色 它看起来很鲜 很疗愈 一整片山药田 满地都是宝 不同品种 也有不同种植方式 我们这个就是 我们基隆原子栋的山药 像这样 就搭起来有没有 你看 它是这样子 你看它细菌 很均匀的吸收养分 那土壤也是一样 整个都 跟它的那个山药 整个都黏满满的 像这种导管种植的 跟刚刚这种 非导管种植完全不一样 它一边紧贴着导管 所以它颜色就 细菌就是这种 这种情形 我们这种在市面上 一般是买不到的 那像这一种的话 大部分市面上 这种导管种植的山药 比较多 也是在接触人群后 李大哥才知道 想让农业价值极大化 这年头当农夫 不能只会埋头皱 其实山药要领动过后 直接打它的细腻度会更好 比较没有泡沫 有山药的味道 真的 山药它本身有那个 这比较容易 对啊 跟这个比起来 这个把它夹拌一下 这个都是圣翅的 现在这些特色料理 跟食农旅行 都成为天香火血了 就跟刚挖出的 新鲜山药一样 也有新的厨房旅行 底部跟边边的 接缝的地方 也要让它尽量 可以成一个直角 你要塔皮送进烤箱 再灌进 或者野蜂蜜的 紫山药泥跟布丁线 高纲的山药蛋挞 拆开每个食材 都是丰盛的大地饗宴 因为山药的话 它一般来说 大家都会做成像 馒头啦 一些会做成一些 像什么饼干啦 那做成像这种 山药内馅 其实比较少见 加上它山药 它会有一点 很特殊的一个苦味 所以它反而可以 中和掉那个 上面那个布丁线 它的那个甜腻感 冲面包现在有吗 有 那买一个 好 因为冲西它的气候非常的特别 就是 这边的日照时间很短 然后雨季很长 所以相对来说 你要种好一个作物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身为一个在地的 就是面包师 或是做料理的人 那 你去 发掘这些在地的食材 是你 就是 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你热在这个土地 那你就会想要让这个土地的美好 被更多人看见 用精工精神淬炼的烘焙魂 是感谢土地的馈赠 也让在地律师 从产地到餐桌 牵起更多人的手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的 节目现场 甲仪市老城区 有一间百年杂粮行 第四代接班人 心里其实是明白的 再不做出改变 老杂粮行 可能会被渐渐的淘汰 所以他从仓库里头 搬出一件又一件 珍贵的古董 展示在店里 让顾客采买的同时 也能认识老店曾经的繁华与美丽 而这些动人的故事 果然成功留住了顾客的脚步 现在 烤得比较薄 比较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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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边 这是黑豆茶 因为天气比较冷 小心烫 真的还蛮烫的 好 要两斤 董家父子穿梭 顾客间热情招呼 店里收工棍的 除了买器 还有老字号独有的人情味 等一下茶喝完不够 我还可以再帮你煮 好 好 很烫小心 好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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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何时来 都有免费的茶饮可以喝 口味还随季节变化 不止原封活动 保留阿公的凤茶精神 留下来的还有这个 对 小时用这个 所以圆拜小时 心酸都要做好 因为 一粒是 三十七点五公克 所以 都要背 这个 普通都要先校正 校正就是给它規良 还记得怎么用 可以 我们来看看有准吗 只有一斤 很准耶 对 六百公克 不够准 这是第二老的喔 就是它 这个跟这个 其实是并对的 对就是 这个它就是 所谓的秤长 趁金热粮的工具 一件比一件老 不难看出 杂粮行有一定年纪 出力在嘉义二通 九十几年 其实家族 并不是一开始 就买杂粮 第一代原本从事养风 和烘焙轮演的生意 但收入始终不稳定 家族领域的改变 来自半楼花生 因为那时候 吃香 没问题 所以 就去跟附近 一个 说一个 厚厅的 家里 跟谁 拌人 的 土豆 都要买 像说买土豆 这个 我们在地的 龙山 这样几缸买看看 买来说 生理说不错 那土豆 一人土豆 又来 有火豆 到这里的山北 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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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通早 其实南北货 山珍海味 集散地 最繁华的时候 有七八间店 卖五股杂粮 后来老陈去没落 有一段日子 生意大不如前 让董建志 很苦恼 一间 我们自己的 一间 大厅的 食品公司 他做了一个 百姆麦 八行里面 有三行 就是给我们 共用的 大厅是一包 两包 那我们的 模拟 一间 餐两个三个 这样在餐 有的时候 我爸爸说 那一间餐两个三个 一块六十斤 一百斤 再贪一块 二十块三十块 不要贪了 那很辛苦 我爸爸也把我这样 说过 我把我爸爸印刷 我说 爸 你不买 我来买 尽管毛利滴 他还是承接生意 随着八宝州 走红全台 对原物料需求大增 在当年为他创下 销售奇迹 他也提悟到老店不能一成不变 前几年修到坚果商机 开始进口新鲜果仁 专研技术 以低温烘烤坚果 那低温烘焙主要是 不会去破坏坚果 包含腰果的 它的本身的 这个营养的成分 眼睛去看 然后你闻它的味道 其实香味还没出来 像腰果来讲 它闻起来的味道 就像香浓的牛奶的味道 那 这样就好了 这样来讲 就表示它已经好了 我们用的是韭帕花香 韭帕花香 是比较香 它的含油量会比较高 原本主力商品是乌骨杂粮 多年下来 已经孕育出白种品项 现在简然有序成列在店里 但两年前 店面可不是这个样子 会有如此大的转变 关键人物是第四代的董耀宏 这边其实就是我们家的主措 然后我希望它可以是一个 身为一个干净明亮的 乌骨杂粮店 然后它 但它还 它同时有方便的结账 但它又可以带有一些人轻位 然后可以让顾客来买东西的时候 还感受得到 这些从早期传承到现在 还留下来的一些故事 跟一些我们商号所服务的精神 跟痕迹这样子 不只赶走杂乱 让老店有了新面孔 他觉得家族历史很珍贵 就像一个实在的缩影 于是把原本堆在仓库的老东西 一渐渐搬出来展示 偶尔跟客人讲讲故事 这个水缸它其实是早期在 我们没有冰箱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在日本时代 开业之前 然后我们是在卖楼眼杆的 对那没有冰箱的话 那楼眼杆要放哪里 我们就会把它 跌跌跌跌跌 跌在这个水缸里面 对然后这个水缸 它其实在后来就没有被用到 然后就被收到我们楼上去了 这是从日治时代 昭和五年开业以来 店里错过的最大一次改变 过程中父亲是一大阻力 我感觉我这个孩子 那些年轻 为什么都爱做老的东西 我是老的人 我都爱新的东西 他都东西 对我们家的一些国家 他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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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哎呦 这都 因为我从小就看得很大 没想到说什么 但是他在他的心里 竟然说这是保败 董耀宏知道嘉义师傅一直努力 翻转二通 积极指导店家转型 两年前 当他还是大学财经系 二年级学生 一边念书 一边写老店改造计划 提案争取资源 那在这里 可以说想到老街的时候 有人在说 这种本都人家 台湾本岛的人 在这边很好生活 购买最好的东西 一定要来这里 山山好海山好在这里 所以里通 也随着时代的进步 他有一阵子 他应该就是比较衰落一点点 但是我们一直在用 地方创生的一个方式 我们希望旧城创新生 希望由这样来带动 我们这地方的发展 嘴巴劝不动爸爸 就带着他全台老街走透透 看看其他老店如何蜕变 爸爸态度财 在那里有话 我爸讲了自己的故事 然后他发现大家听得很津津有味 对那些本来很日常的东西 然后他听到那些观众 原来嘉义有这样的东西 原来二同有这样子的东西 对然后他才发现说原来 他那些之前不重视的东西 后来就是 你变得珍贵了起来 改变的同时 你忘了保留传统 老店融合新宇宙 美丽转生 试着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吧 放掉以前不美好的记忆 你会发现 新变得很轻松 视野也会跟着亮起来 感谢收看 我是白心怡 台湾亮起来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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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